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共传世界永和平 南流天堂南天埋 情而天使天心海 不爱尊者独足利 不散不爱生门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守护您我的健康 肺部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 为了维持生命 我们需要不停地来呼吸 维持血液中的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一个恒定 保持肺部的健康 并不是不吸烟就够了 要了解我们的肺部如何运作 那注重我们肺部健康 不管在人生的什么单元里面来讲 对整体都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来说明慢性阻塞性肺病相关的讯息 那首先我们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 副射医院的胸腔内科王耀东主任 王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副射医院胸腔内科 王耀东医师 今天很荣幸来上这个节目 是 王主任刚刚提到说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 慢性阻塞性肺病 很长一段 请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慢性阻塞性肺病 其实过去大家对这个疾病 其实好像都很模糊很陌生 那大家如果听到气喘 好像就有时候能想觉得很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 那其实这个疾病跟气喘有点像 但是其实是不同的疾病 所以它不是气喘 它不是气喘 那其实这个疾病的严重度 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 那今年的一个十大使婴 那它曾经在 在民国105年106年那个时候 其实它曾经是我们十大使婴的第六名 是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 那我们胸腔记中正医学会 那跟我们的 的卫福部等等 大概就是严寅了一些改善的措施 那我们就有一个慢性肺阻塞 以及肺病的一个改善方案的治疗计划 那主要还是 就是由我们胸腔内科的医师 那负责来推动 那我们就是能够发现更多的这些患者 那能够给予更积极的照护跟治疗 那能够改善他们的愈后 所以其实在这个改善方案 那实施了一到两年之后 那我们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这个死亡率其实就从第六名降到第七名 那目前在111年其实是第九名 是 是 整个降低了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的发生 是 那也会很好奇 这么长的一个名字的一个疾病呢 它是什么症状 因为也都没有听过 那为了让大家其实能够比较好称呼这个疾病 那其实我们学会在那个时候在证明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简称叫肺阻塞 那这个是经由大家投票来表决 那慢性阻塞性肺病它是一个正式的名词 但是因为连平常我们口语话要念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叫做肺阻塞 那基本上在台湾只要讲肺阻塞 应该就是代表这个疾病 那其实它也有一个台语的叫做肺阻塞 就是肺不阻塞的 这很清楚明了 对 那这个疾病其实它的阻塞是在哪里阻塞 就是在我们的肢气管阻塞 所以我们过去其实会很少听到肺阻塞 那其实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慢性肢气管炎 是 那我们医学上对于慢性肢气管炎的定义就是 你这个患者你有咳嗽有痰 那超过三个月以上 连续两年以上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叫做 就符合慢性肢气管炎的一个诊断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疾病 但是它是一个症状的一个名词 那慢性肢气管炎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肺阻塞的一个一部分 那另外大家其实也蛮常听到一个名词叫肺气肿 就是其实就是你的肺部 因为吸入了大量的这些油害物质 那最常见的其实是臭烟 是 九层患者 九层以上的肺阻塞患者 其实都是臭烟造成的 是 那所以不管是慢性肢气管炎 或是我们的肺气肿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肺阻塞 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个疾病的一部分 是 所以在这个范畴之下有包含我们的慢性肢气管炎 你看超难念 好废弃肿这两项的一个疾病症状 那也会想说这样的一个症状它最明显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那但是这个疾病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 大部分患者其实是通常你有很明确的这些油害气体的曝露 那我们讲大部分患者九层以上其实是臭烟造成的 是 那臭烟并不是说我偶尔抽个几根烟 有人讲说是顺手烟 那那个就会造成 那我们大概比较能会好发造成这个疾病的 通常大概就是要一天一包烟抽20年到30年以上 这样的曝露才会造成这个疾病 是 在这样的一个方式 感觉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这种症状 一天至少一包烟才能够有安全感 是 所以一天一包烟好像还是 但是也不是一定要一包 我们今天讲如果你是一天抽半包烟 那你抽了40年 其实也是一样会有这样的风险 那如果你是更早抽烟 比如说有些像国中以上就开始抽烟 那也许他也许在三十几岁 就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 会有这样的状况也是暴露在这样一个有害气体 有害气体 那现在很流行的电子烟呢 王主任 电子烟其实它也会造成不同的问题 那它里面的这些化学物质啦 甚至这些高热其实也会有类似 就是我们还不敢讲说电子烟会不会造成肺阻塞 就是电子烟还是会造成气管的危害 甚至有些人会有一些特别的肺炎 那里都有报道 是 所以电子烟其实对我们的气管 对我们的肺部其实也是不好的东西 也是比较没有也没有帮助那也会造成损害的一个状况 那也会想了解说我们如何自我检查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肺阻塞 那其实并不是说你咳嗽有痰 我们就是诊断你是肺阻塞啦 那但是在过去我们对肺阻塞这个疾病 那我们的定义相对是稍微线索一点的 那就是说你大概有了这些咳嗽有痰 那其实很多症候患者都会有这样的症状嘛 那甚至有点走路有点喘等等这些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查 那你有确定你的肢气管狭载有到一个程度以上 那我们才假如说你有肺阻塞 这是过去我们的定义 那这两年因为全世界这样的患者其实比例相当高 而且很多患者其实如果 我们发现如果能早一点介入治疗 它的愈后其实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其实这两年我们全世界的肺阻塞的治疗指引 建议那其实是把你有长期这些下呼吸道的症状 咳嗽有痰啊胸闷啊喘畜啊等等 这些患者其实都慢慢评估 那需不需要去开始治疗 所以可能早一点治疗 那也许会让它后面的一个愈后 那肺功能下降能够改善 嗯 是 像这样的一个治疗是用吃药的方式呢 还是说等等的治疗方法 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些气管扩张剂的吸入性药物 那过去要一天吸四次 那我们现在有一天早晚吸甚至一天只要吸入一次 甚至一天只要吸一口药 那其实就可以用很小的这些药物的剂量 那能够让病人的呼吸道能够达到稳定 甚至可以改善它的肺活量等等 那让它减少后续的这些呼吸困难啊胸闷啊等等这些症状 所以在肺部疾病的一个治疗的药物不是用吃的哦 是用吸入 用吸入性的 是 那很多人会觉得吸入性药物是不是 譬如说我们过去讲 有可能像气喘用吸入性内骨存啊等等 那这些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 我们吸入性的药物其实它的目的是要更直接 那我们用一点点的药物的剂量 就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今天如果今天一个皮肤病 那医师给你用擦的药物 擦的药物剂量跟吃的口服的药物剂量 那一个会比较大 应该是擦的哦 吃的比较大 吃的比较大 那擦的药物其实我们很少会去 去care说的 它到底会不会剂量很大 那吸入性药物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吸入性药物 那即便是一天吸一口药 它的剂量 其实都是我们口服药物 甚至口服扩张剂里面的可能几百分之一 那剂量是很少的 而且它只有在吸入在肺部产生作用 它其实很少会有 在倒血液里面造成其他的器官的问题 所以吸入性药物其实是用很少的剂量 就可以做到很大的一个功效 直接落点在疾病的地方 不需要再经过消化道去消化 那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 也会很好奇说 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稳定等等 那通常我们在患者来的时候 如果他希望改善的是这些咳嗽痰的症状 那这些我们可能会前面给他一到两礼拜 甚至更久的口服性药物 那等到他这些症状改善到一个程度 我们再加上这些吸入性药物 那有一部分患者如果真的我们发现 他真的有肺功能下降 甚至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 那也许他这样的吸入性药物 可能就要陪伴他一辈子 是 那但是我想在很 有些患者其实经过一段时间 如果他的肺功能不严重 那其实经过一段一阵子 也许几个礼拜到几个月的治疗 他其实是有可能可以休息一阵子 那再评估 那如果今天这个患者确实是已经诊断 他医生已经告诉他说 你就是肺阻塞 那这样的患者我们还是会建议 他可能长期要使用这些吸入性药物 那可以减少疾病的恶化 那可以让他的重装改善 肺活量能够比较稳定 不会下降 那甚至有机会能够延缓他的 减少他的死亡率的发生 像肺阻塞这样子的疾病 他会不会有一个严重的分析程度 比如说让我们能够明确知道说 哇现在状态你就好好休养 不要去爬高山啊等等之类的 那其实这样的疾病他的分析 过去我们大概是用依照几个方向来分类 那第一个是肺功能 肺功能的好坏 那第二个是临床上这个患者 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些可贪窜 那像走一小段路就很喘等等 这些的严重度 那第三个就是说在过去一年内 那到底你有几次急性恶化 那所谓急性恶化就是 你比平常有更严重的咳嗽 有更多的弹量 甚至呼吸困难的症状等等 那比平常的症状明显很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急性恶化 那你在过去一年 有发生过一次两次急性恶化 那需要增加药物使用 甚至需要刮急诊 需要住院等等 那这个时候就表示你的病情相对是比较严重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肺功能 平常呼吸困难的一个 或是这些呼吸道症状的严重度 加上过去急性恶化的发生 那这个都是我们评估的 是 在这三大指标呢 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说肺功能 咳痰痰还有急性恶化 在一年当中有几次发生 来作为评估 哇我们这位患者的一个发病严重性 那你会想知道说 我们能够控制它到怎样一个程度 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善身边的一个习惯 来做一个改善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要改善的就是要戒烟 是戒烟是最重要 那我常常跟患者讲 你一天抽一包烟 你一根一包烟二十支 那你一支烟抽五口 你就等于抽一百口烟 是 那你抽了一百口烟 我要怎么样用吸一口药 吸两口药来改善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你的源头 如果你抽烟这件事情 没办法改善 那其实药物的治疗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能够戒烟 我想还是理论上这些患者 能够对自己身体 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照护 那其次就是说 看医师评估你的肺阻塞的严重度 那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治疗 那需要使用什么样的药物 甚至需不需要长期使用 那可能要遵医师的指示来处理 那你也想问说 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 在有很多沉满的一个工作环境 是不是也会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前面 沉满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过去 会比较偏重气喘的部分 那就是它有可能会造成 如果这个患者 他的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 那我们讲的敏感 其实就是类似过敏的意思 那我们对过敏这一件 这一件这个名词 其实最常听到的是什么 就是过敏性鼻炎 或是说皮肤过敏等等 那就是突然遇到什么刺激 突然会有鼻子的症状 牛鼻水打喷嚏 那或是皮肤会有红疹等等 那呼吸道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你的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 那你天气下雨 或是感冒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症状 那或是说你遇到这些刺激物 你马上就会有胸闷啊 咳嗽啊 传闷等等这些症状 那很可能就是 我们所谓的过敏性的肢体管炎 那其实是气喘 那气喘跟肺阻塞 其实是 大部分的患者 其实是两件事情 那当然也有少部分患者 比如说 你如果本来就过敏性体质 也许小时候有气喘 那长大又抽烟 那可能就会有类似 这两种疾病的这些症状都会有 是 对 那其实我们很难从患者的症状 你是 你的咳痰痰 或是胸闷等等来区分 你是 到底是肺阻塞 还是气喘 是 那但是很简单一个区别 也就是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抽过烟 但是有这些症状 就很有可能是肺阻塞 是 那肺阻塞还有另外一部分是 如果你过去有一些肺部的感染症 比如说像肺结核 或是像我们讲气管扩张症等等 这些慢性的肺病 造成肺部的功能破坏 那可能后续就是比较像肺阻塞的问题 是 所以这些事也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来评断说 目前我们这位患者的一个状态 那针对于肺部呢 感觉如果肺部有问题 想要正常的呼吸 就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那也会常常会听到我们老人家 长辈们会想说 我们多到户外走走 吸取分多筋 这样子会有帮助吗 我想呼吸新鲜空气 应该对大部分人身体是很好的 但是大概也是要看我们前面讲 这个患者他的身体状况 他的肺活量到底好不好 那在肺阻塞很严重的这群患者 他们肺功能下降很多 那甚至有很厉害的肺气肿 他会造成我们肺部的气体交换出现障碍 那这些人其实是特别容易产生低血氧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到相对高海拔 也许两千公尺三千公尺以上 空气比较稀薄的地方 那他的血氧会更下降 所以这些患者其实 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 其实是不适合到高山的 那你说到户外 如果是不要太高 也许三五百公尺的小山等等 那空气好的时候 其实是OK的 但是如果空污的时候 那空气品质比较差的时候 还是尽量不要出门 是 所以要分辨以及要量力而为 如果相关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症状的话呢 我们太高山就先避免不要去攻顶等等的 那也会想问说如果我们这样的肺主射的一个疾病急性突然来的时候 可以怎么处理 那通常我们会这些患者如果已经确定诊断的 那我们除了给一般的就是保养用的这些吸入性的扩张剂之外 那有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短效的吸入性药物扩张剂使用 那如果在他症状只是一般的稍微喘处 那比较痰比较多的时候 有时候用这些短效药物其实就可以改善 那但是如果说他使用了几次之后 症状严重 比如说呼吸开始有点困难 你开始动一下就很喘等等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赶快就医 那如果你附近已经有比如说基层诊所 平常就常常就医很 医师也很了解你的病情的 其实你可以先到基层诊所去就诊 那让他们来评估你的严重度 那当然如果出现一些 比如说氧气有点下降 血压心跳不稳定等等 那甚至很明显的呼吸困难 甚至患者产生了一些意识障碍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赶快送到大医院的急诊 那做紧急的一个处置 通常这样的病人身上都会准备着 就是我们吸入性的药品在身上 那大部分患者其实在过去 我们都会习惯就是开立短效的药物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种 这些很好的药物 那像我们医院的这些吸入性药物 大概已经有快20种 所以几乎全世界大部分 几乎我们医院都有 那所以这些患者经过平常好好的使用这些药物 其实应该是大部分都很少会出现这些急性的症状 但是老人家有时候年纪比较大一点 还是会有其他感染 像我们讲肺炎等等 那不管是感冒流感或肺炎 这些呼吸道的疾病感染症 其实都有可能造成我们肺阻塞的急性恶化 所以有时候当出现这些比较明显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 那不是说我就这些扩张剂多洗一洗就好了 那有时候可能也要让医师评估 你到底有没有这些感染症的问题 感冒流感 甚至新冠肺炎 甚至肺炎等等 那来加重你的肺阻塞的这些恶化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 也许要进宿就医 甚至到急诊 甚至需要办理住院等等 所以在用药的方面也是依照医师的指示的用量 而不是说可能这时候急性多吸个两次三次 本来一天吸一次变一天吸两次 可能不是自己去调控 这也是要寻求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调整 因为有时候很多会遇到长辈说 没问题再吃一次这样等等的情况 如果今天是很轻微的状况 比如昨天晚上下个大雨 那今天突然有点凶闷 那这个时候也许 一点点多吸一点点扩张剂 有时候可以改善 但是如果说像我们讲的 你真的已经有一些呼吸道感染 即便是一个病毒感染 那它让你的这些肺阻塞 已经有急性恶化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一个扩张剂 吸入性药可以解决的事情 那可能需要加一些口服药 甚至蒸剂 那甚至有些患者可能需要用到氧气 那严重的可能需要用到呼吸器等等 那这个时候最尽快就医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王主任刚刚也有提到说 可能昨天下雨天就会特别有感受得到 所以天气也会影响 因为通常我们听到下雨天就是膝盖开始痛了就知道 所以连肺部也知道要下雨了吗 对我们的患者其实很奇妙 就是像我们在医院的病房 其实温度大概都长年都维持20到22度左右 那好像其实也都还好 那但是外面在刮风下雨的时候 我们这些肺部状况的患者 其实他的症状也会随之明显 所以我常常讲这是一个测试 那像前天下大雨 那我们我隔天就看 我的病人如果他今天是症状很好 就是没有再恶化的 应该就可以准备出院了 那如果说一场大雨就让他的症状恶化 那表示他的病情其实是没有控制好的 那可能就是要再继续住院几天 所以是身体状态的稳定性跟天气会 是跟外面的窗外的气候 其实跟风湿病一样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关系 是就是会觉得很奇妙 有时候长辈会这样子回馈给我们 那个他的感受 哎呀真的很准 那也会想问说 在有关肺部疾病保健呢 无论是在医院内部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卫教给我们民众呢 那在我先分 在比较严重的这群患者 那其实我们现在蛮推广 就是我们所谓的肺腹炎 那其实就是肺腹炎的意思 那我们在大医院都有这样的一个课室 那就是有一群呼吸治疗师 那来帮助这些患者 也许是训练呼吸动作 那呼吸运动增加肌耐力 那促进他的一个 甚至用增压负压的呼吸器 那促进他的肺活量排弹 让他肌肉放松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训练的工作 那可以让比较严重的肺阻塞的 这群患者能够改善 那在一般的患者 其实还没有到肺功能还没有很差 那一般的药物能够控制很好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些患者 要做适当的运动 因为我们的药物只能让你的肺功能 能够维持稳定 那不要尽量不要急性恶化 但是我们的这些药物 没办法让你的这些肌肉流失减缓 那甚至有些患者已经开始有肌扫症 所以这些患者他们适当的运动 甚至他的一个一点点心肺运动 其实还是很建议的 刚刚王主任提到说 院内有肺复健的一个 肺复健或是肺复原 肺复原的一个服务 他这个感觉比较少听到 那过去我们常常听到复健 那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复健 其实都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 在肢体的动作 那其实复健本身就有分的很多等级 那像我们比较专业的就叫做心肺复健 那它有特殊的方式 那因为复健大部分是复健科医师 那我们科的这些胸腔科的患者 特别是肺阻塞患者 很多患者是一动就喘的 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去做到很大的一个复健 那甚至他真的把它转到复健科去 那复健科医师一看 哇这个病人动一下就很喘 可能就有点压力 那这些患者他们就比较不想去 比较没办法去很好的处理 那所以我们是在我们自己胸腔科 那就会在各大医院其实都有设立这样的 我们自己一个独立的肺复原室 那专门在处理我们这些肺部疾病 或甚至心脏心肺共病的这群患者 那做一些他们这部分的复健复原的服务 是这样子让王主任来说明之后感觉很安心 因为我们的复健不单纯是肢体的复健而已 在肺部呢他的功能也是需要复健的哦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很谢谢我们的王主任王医师 带来很多这相关的讯息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一单元再请继续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